一筆一畫刀工細膩 果雕新秀吳晨翰在幾年前 因為衝床作業時一場意外 造成首部餐缺 沒想到去年接觸了果雕課程 培養了第二專長 讓自己受傷的雙手 創造出更多的可能 受傷之後我是想說 可能那一個工作沒了 那我以後怎麼辦 我是這樣想 那半年就很會死 就不想出門了 有憂鬱 像憂鬱這樣 新北市職訊中心 以職業技術之光榮感為主題 製作網路影片 多過影片讓更多市民 關注職訊中心的 各項課程訊息 並整合網路多元平台 加強宣傳 讓更多市民可以藉由 職訊課程翻轉人生 這兩年來我們也跟產業合作 就是直接針對產業需求的人才 跟他做程訊合作 那就用他們開出條件 那我們根據他們的條件 來配合去開我們的課程內容 所以他的課程內容是 裝得很好奇異 新北職訊中心 每年以產業及民眾需求 規劃多元職業訓練 民眾不論想要學習 職前訓練或證照輔導課程 都可以洽詢職訊中心 歡迎對技職教育 有興趣的民眾踴躍報名 凱波大台北數位新聞 張芸菲採訪報導